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分别来看到慈懿志工在印尼跟美国举办的捐血活动 先到慈济纽约分会来看看 有鉴于暑假期间捐血者少但需血量多 因此在法拉盛YMCA特别举办了一场捐血的活动 而印尼慈懿志工则是在乐天市场邀请民众来捐血 其中一位19岁的年轻女孩第五度来响应 检测血压血糖 这一天的乐天超市有一群民众走进来的第一件事 不是赶忙采购而是将脚步停住把温暖的手伸出 专业迅速又不失细心 19岁的年轻女孩对于慈济人展现慈悲心有高度幸福感 已经参加五次捐血活动 也许是受到慈济职工的耐心影响 就算要花点时间等候 捐血者也欢喜甘愿 原本固定每年举办两次捐血活动的慈济纽约分会 发现暑假捐血者少虚血量多 因此在法拉盛YMCA再加码一场 学习医院管理的严子云路过却没有错过 很多人就需要血 尤其他们开刀或是任何手术 他们就需要很大样的血 所以我最少可以帮这个忙 因为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护士 在美国捐血一单位就是500cc 虽然是台湾的两倍 不过华裔的慈济职工仍然乐意捐出热血 常年下来也见证了无损健康 救人无数 大眼新闻总和报道 不过华裔的慈济